敬禮傳承主持 了名和善 撒家正空善事 十六色大綁環蒼馬霸 如燈大吉善事 敬禮傳承三法 敬禮副謀主尊 如善主 尊聖佛母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主教 堂主 各位同盟 大家晚安 首先呢 很感謝這個 宗觀堂連夜上師 另外連翰上師 連花宗旨上師 連燈上師 連廟上師 還有 為這一次這個 尊聖佛母咒 七天七夜 能夠持滿 的所有的同盟 非常感謝他們 那麼 尊聖佛母 是 如來無上頂的光明 所發現的 尊聖佛母 也就是如來的無上頂 它本身是一種 宜咒 圓滿的意思 這個佛洛母 佛洛母 佛洛母 其實我們每一次在做 圓滿的時候 都是念 恩 佛洛母 恩佛洛母 恩佛洛母 其實 恩佛洛母 是傳到這個 傳到這個 我們台灣來的時候 才念恩佛洛母 其實應該講起來 就是 佛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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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的大成就光明 就是尊圣佛母的奏的意义 如来无上顶的光明 再加上你自心佛性的光明 二者互相融合 那么这个就是宜宙本身大圆满的光明 那连月上师他跟我讲 请师尊这个说明尊圣佛母咒 他本身的意义 他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那么 这样子的盐满 这个是 其实是我们人世间把它污染 本来是盐满 但是是因为众生把它污染 原本是这样盐满的 既然被众生污染 那这里我讲一个这个旧 有一个寺庙 它墙壁本来是很白的 但是它观光的寺庙 很多众生去观光以后 他就是在这个墙壁上 提上自己的名字 这个孙悟空到此一有 一下子就把那个墙壁 通通给他写满 每一个人都到此一有 都写满 这个住持一看 唉 这个众生就是这样 他就 早一天啊 早那个油漆匠 全部再把它本刷成为白色 他一想 这是观光寺庙 还是会有人来写 他就自己写了几地 此处不准写 此处不准写 然后来了这个观光课以后 这个观光课一看 就写了一句 也写了一句 为何你先写 突然之间又来了一位啊 他一看 此处不准写 为何你先写 他就想一想 哎呀 再写上去 差点 要写 随他写 最来了 又来了一位 一看 此处不准写 为何你先写 要写随他写 他又补来一句 大家一起写 这样子呢 又把那边墙全部都污染 那么宇宙本相 尊圣佛母的本相 它就是本来就是一片光明 一片白的光明 我们人本身的佛性 也一样是一片白的光明 无后无尽 整个宇宙的现象 这样子就圆满 那就是给众生所有的本身的念头啊 给他污染 所以持这个尊圣佛母的咒 原则上讲起来 就是发现你自己的佛性 跟宇宙本来的清净法身佛 互相的融合在一起 互相的融合在一起 这样子呢 这个整个宇宙就成就了 那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今天来的人是很多 来的弟子很多 因为昨天我在这个 台湾雷上是讲 这里有中观堂 闭关中心 吐成 人业上是发起的 这个尊圣佛母咒 七天积夜 这个结坛覆没 那这个 我们持这个咒有什么意义呢 清除所有的业障 而幽民众等的业障全部清除 全部往生活泼 累世的所有的业障 并业任何的业被它变成光明 那么增加我们光明的智慧 增加我们光明的部分 那么让我们一切都是圆满 一切的怨敌 一切的怨敌 一切全部化为光明 我们也希望说在七天七夜 尊圣佛母的咒与之下 我们所有一切的烦恼 我们所有一切的烦恼 全部化为光明 一切都成就了 一切都成就了 不管是怎样子 通通都成就了 那么以这个光明 来护照我们的话 我们能够把所有一切烦恼 都得到解 这个世俗啊 这个世俗啊 跟我们这个 圣地完全是不同 那么在圣贤之前 我们是一切都是圆满 这个附魔非常的圆满 我也看到尊圣佛母的光明显现 他首先显现了 是结 做一个结的显现 一块一块的光明 这样子 铺满整个虚空之中 后来变成一个大眼镜至光 大眼镜光 中间呢 做了尊圣佛母 非常地殊胜 可见呢 这一坛的这个 七天七夜的尊圣佛母咒 到结坛附魔的时候 一切都非常地严满殊胜 这个世间啊 这个世间啊 是不一样的 在山上 现在我们在山上 非常的清静 山底下就不同了 那个是世俗的世界 我们山上聚集了那么多人 我们山上聚集了那么多人 山下 照样有很多的人 那希望这个尊圣佛母的光 也能够照片所有的众生 好 这个山底下有什么不同 纷争非常的多 这个纷争 真来真去 纷争 纷纷扰扰 山底下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纷纷扰扰 怎么纷纷扰扰 也有一个救助 有一个病人 把他送到医院去 最近 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送到医院去 这医院啊 看啊看啊看 帮他做了很多的医疗 医疗的事情 医疗完毕以后又送回家 诶 并没有好 那就产生了这个医疗的纠纷 医的更严重 本来不医还好 医的更严重 就产生医疗纠纷 这个家里的人啊 他说 这样吧 先拍一个人 去跟那个医生讲 医的更严重 去骂一骂他 他拍一个人去 不久呢 这个人就又回来 又回到家里 主人就问他 你有没有去 问那个医生 去骂那个医生 他说 我挤不进去 因为骂他的人 太多了 他没有骂他 因为他挤不进去 骂他的人太多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医疗的纠纷 非常多 人啊 难免是有不平的事 但是这个要怪谁呢 有些医生难道要给你医的不好吗 是医疗的疏忽吗 如果是真的医疗的疏忽 医生是应该要有所损失 是有所赔赏的 但是如果不是医疗的疏忽呢 是这个病人本身的病业呢 是这个病人的业障呢 很多事情是很奇怪的 同样一个药 医这个人他好 同样的药 医那个人他不好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讲说 单单医疗的纠纷 就乘出不穷 其他的纠纷更多 有的时候是会好 有的时候是不会好 有的时候可以佛 有的时候不能佛 什么原因 在我们佛学佛的人讲起来 这个就是野战 有障碍 又行的障碍 无行的障碍 非常的多 又行的障碍 还可以讨公道 无行的障碍 你哪里去讨公道 那我们今天山上这么多人 山下也有很多人 无数的无数的众生 懂得佛法的 就知道 我们众生有很多的印象 借着七天七夜的尊圣佛母咒 把他亲近的 这个就是我们山上的人 山上的人 就是修行人 才能够把业障给他清除掉 山底下的人众生 不懂得清除自己的业障 他怪这个有行 怪这个无行 他不知道有无行 只是怪有行 事实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每一件事情的纠纷 大半都是自己的业障所生 所以为了消除自己的业障 及所有众生的业障 大家 大家 要持诵 尊圣佛母的咒语 你看人的身体一不好 他就怪一生 那么轰灾呢你怪谁 水灾呢你怪水 地震呢你怪水 火灾呢你怪水 尤其是地震 你看地震好 你地震要怪水 没得怪 也没有人说因为地震的关系 所以他怪怪政府 你看水灾他有没有怪政府 下大雨下很多啊 哇忽然之间一天下了 这个整个月的雨或者整年的雨 一天呢下整年的雨 所以他怪政府 那地震呢我问你地震你要怪水 啊请问地震你怪水 怪地人 人都不要怪水 怪自己的业障 怪自己没有念尊圣佛母的咒 怪自己没有把自己的业障给他清除掉 怪自己不能把自己的烦恼清除掉 你能够把自己的业障清除 把你的烦恼清除 你心中的佛性就会出现 你的眼睛呢不用向外看 你有精广脉 从眼睛呢到你的心呢 有一个脉叫做精广脉 当你的眼睛呢向内看 看见自己的佛性的时候 经过这个精广脉 看到自己的新的莲花开放 看到你莲花的中心 它本身出现现了佛性的光明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你自己的烦恼全部消除 你自己的业障也全部消除 希望大家能够精进的持住 我们的变化